好 而在这个周末对于美国来说呢 特别是美国收复华盛顿是特别的戒胜恐惧 国会大厦已经进入了高警戒的状态 四周重新架起围离 国民兵跟华盛顿特区的警力全面进入待命状态 因为还有川粉将在18号发起示威 他们的示威目的是要求美国司法单位 撤销在1月6号国会暴动里面逮捕的600个暴乱者起诉 要干预司法当然是不太可能达到诉求的目的 共和党的议员却煽动民众 周六示威可以带武器 甚至同情国会暴乱分子 让国会警察局再度如临大敌 他们展现了过度准备的超强警力 要吓阻这次的极右派势力 工作人员夜晚赶工 在美国国会大厦四周架起黑色围离 将民主殿堂包得密不透风 国会警察局绷紧神经 绝不让1月6号骨灰暴动事件再度重演 前总统川普竞选团队成员布瑞纳尔德 将在周六发起声援行动 要求司法单位撤销对六百多名闯国会暴乱分子的起诉 1月6号国会暴动事件 负责违案的国会警察局严重失职 轻呼情报单位提供的警告 这一次国会警察局不敢大意做好万全措施 除了把国会围起来架设监视器 他们也要求国民兵和华盛顿特区警察局待命 暴动事件发生至今 国会大厦周围就一直不平静 4月有轿车冲撞巨马 一名远警被撞死 8月国会图书馆前停了一辆皮卡 驾驶宣称车上的炸弹可以炸毁好几个街区 但最后证实是谎言 一星期前国会大厦附近又发现可疑车辆 车牌换成了美国国旗 车内除了有非法武器 还有纳粹的符号 以及白人至上的标志 情报也显示 共和党某些议员还煽动民众 周六携带武器去示威 这些议员还是1月国会暴动当时的受害者 但现在却同情起暴乱分子 示威发起人布瑞纳尔德 除了帮前总统川普竞选 大选过后 也和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一起散播选举舞弊的不识指控 他认为遭逮捕的600名暴动分子 是遭政治迫害 美国国防部和情报单位 已经不止一次提出警告 美国目前最大的安全威胁 是来自国内的极端主义者 近日国安单位也在网路聊天室中发现 极端分子已经锁定要攻击 美国的犹太会所和自由基督教教堂 专家认为政府面对这次示威展现过度准备的强大警力 目的也是要嚇阻蠢蠢蠢欲动的极右派势力 TVBS新闻总和报道